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公布了第一批面向团体和个人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46家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4月20日,记者来到一家检测机构位于益庄的核酸检测采样点,看到前来检测的民众正在有序排队等待。 据介绍,民众可提前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预约。 来到现场后,从登记信息到完成采样,全程最快不超过10分钟。 身份证的验证,然后就可以进行检测了。如果没有人排队的话,其实1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采样区设在临时帐篷内,负责采集烟柿子的医务人员身着防护服,核对信息后快速完成采集并进行密封。 样本将按时批量送入实验室,24小时内便可出检测结果。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前来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的民众多为近期返京人员,硬锁在单位要求前来进行检测。 是接到那个公司的通知,因为我们属于这个外省进行人员,也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我觉得挺好,方便了大家,因为做了核酸检测之后,自己心里也有底了,自己出现也方便了。 公司要求的,回北京已经隔离期满了14天,半个多小时挺快的来这儿,比我预期想的要快。 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个保护吧,做了这个检测可能自己更安心一些。 据介绍,自4月15号正式向个人开放预约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服务至今,北京博鳌医学检验所日预约量达到800至1000人。 我们目前面向的主要人群是外省的来京人员,复工复学的人员,出差,返京的,常驻北京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有检测需要的人员。 每天的预约量大概是800到1000人次,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这种趋势。 随着公众对新冠预防的意识是不断增强的,所以也有很多非必须来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也预约来进行检测。 像博鳌检验这样的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开展新型冠肺炎病毒的核酸检测服务,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院检进检人员的检测难的问题。 同时呢,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的能力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